通常都要去到很障礙的一項 是的 所以去到那一段時間 肚餓主要是 肚餓 肚餓和有知識 你找一份工作 肚餓加無知 就可以找宗教組合你們一起 所以不要緊 他的理論基礎 他沒有甚麼神學理論 他純粹就是 肚餓加無知 上身 上身之後 刀探物入 刀探物入就去搶東西 你便夠用 所以當時山東的巡富 山東的省長 叫做玉玉賢 玉玉賢 他很頭暈得來 為甚麼呢 因為義和團是唯一一個 民間的反抗組織 不是反朝廷 中國歷史從來未試過 有任何民間團體 群組合在一起不是反朝廷 他是扶清滅羊 你做清朝的官員就麻煩了 你扶清 你滅羊 我又增羊 你又扶我 我不是很意思鎮壓你 我知道你的事 你搞定那些法律 但當時的清朝 亦不是理解 外國政策亦不是那麼好 所以玉玉賢 就覺得民可庸 全英虎 匪必兆 但甚麼是民 甚麼是團 甚麼是匪 甚麼是匪 是吧 你一定要反抗一些東西 所以玉玉賢 1899年 可以說是縱容全民 1899年的Christmas 有一個英國 傳教師 25歲 叫Rev. Brooks Rev. Brooks 在平音院傳教 平音院基本上 就像香港的大使館 五個國家有十七個教堂 在一個園仔 你可以說是很多 很多細作在裡面 他就要去參加他母會的婚禮 參加母會的婚禮回來的途中 12月29日 就撞到那群權民 那群權民見到他是鬼佬 捉了他 捉了他 他晚上離開的時候 跌了 就被權民追上 追上之後就殺亂刀斬死 割了頭 丟在老棚 那時候 所以外國 好幾個國家 就和中國 反映這件事 就說憂然剿匪 剿得不夠大力 他不可以做山東巡婦 他沒有做山巡婦 就換了 那時候在天津練七千兵 在榮陸底下 因為他練兵的時候 他在韓國練過的 一個在吳祥慶部下 懷軍部下 但是他自己是河南人的袁世凱 進去山東巡婦 袁世凱 袁世凱 他之前做甚麼 之前他是 江瑞升過他做侯寶侍郎 打仗 他練兵很厲害 練兵很厲害 他1884年也打贏了日本 西四川打贏了日本 有力度 所以他就和他用七千桿 進去山洞 袁世凱進去山洞後 袁世凱練的兵 全是德國兵 他當然知道刀槍不入是不行的 但是朝廷又很曖昧 又沒有說一定要去繳這些匪 又沒有說一定要安撫 那怎樣做好呢 袁世凱做了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聘請了幾位大師兄回來吃飯 回來吃飯 喝了少許酒之後 袁世凱就問 你們是否真的刀槍不入 那三位師兄就說 當然了 所以袁世凱說 他說真的嗎 他說是 就排在那裡 拿一支槍 打死了 發覺原來不是刀槍不入 因為那時 那些二和團 所謂刀槍不入 他們不是進入子彈 他們進入了火藥後 他們是進入沙或泥 所以只會拍泥出來 所以袁世凱射完三槍之後 射死了大師兄 這是真思半真思半野史 所以大部分的二和團 離開山東 向直帝 奔走 向直帝奔走 直帝總督 在三四月 即使用了幾個月的時間 1900年 三四年 開始 直帝 即現在的河北省 兼天津和北京 直帝總督時的預錄 本來是要剿 但他怕端親王 端親王在左邊的排外 覺得異和團是可以用的 是民心可用 找他來撞貴佬 找他來擋子彈也好 幾十萬 慈禧一開始 他很曖昧 慈禧在整件事 是很曖昧 因為他一開始三四年 他就說知道他來了 他用個攬字 即攬即見過 可能他不知怎用 是的 五六月到天津 天津又是碼頭文化 又是因為這個輪船 很多人失業 所以很快又形成了 一個很大的團民 其實中國是否當時 缺乏了一些類似 經濟師、財政師的物體 去看著那些經濟 第一件事就是這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我提議 你又要賠二億三千萬兩 給你關聚 少少德國希特拉前那段時間 這不是失控的問題 這是你沒有的問題 你沒有東西吃就沒有東西吃 不是你管理的 所以去到三四月的時候 四月的時候就去到天津 五月 就已經在直第一帶開始殺一些鬼佬 到一半殺鬼佬 到最後你見到 殺了二百五十個鬼佬 大部分都是小朋友、修女 就是二萬多個中國的教民 因為當時這個義和團 就將人分開幾等 大毛子就是鬼佬 二毛子就是信基督教 三毛子就是用鬼佬的筆、紙 所以譬如有一個人 被二和團搜到有鉛筆和紙 就全家殺光了 所以你一直去到這個位置 就一直入到這個 差不多在直帝那裡 五月的時候有很多在直帝 在直帝的時候鬼佬開始害怕 因為他開始拔鐵路 他不可以回火龍船 但是他拔鐵桿、整斷鐵路 那時候五月尾 已經外國增派多些軍隊 去保護自己的使館 因為北京越來越接近 但是那時候 好幾次清朝要求外國領事 離開北京 但是外國領事為何要走 尤其是最強硬的是德國人 叫做克特勒的人 就說現在中國那麼弱 我們應該將中國變成像德國腸仔 切切切切切切到很小 就逐狗逐狗咬你 因為克特勒 這麼說出來 所以五月尾開始 那個外市就不走 尤其是德國就說應該瓜分 而這個義和團慢慢湧進來 天津越來越近北京 那時亦開始有爭派軍隊去北京 他目標是吃飯 去到那裏就搶東西 搶東西 就是義那個名字 中家明義搶東西 那時慈禧就在6月 那時幾十萬 當你肚餓 例如明末紅聖酬 崇禎派紅聖酬去打李智誠 打贏的本來 李智誠本來只剩下七個人 走得掉 年多兩年後又變回五十萬 因為太多人肚餓 就很容易組合他們 6月初慈禧就派了江毅和趙書喬 趙書喬我都不知放在哪裏 趙書喬就放在這裡 就把他放在哪裏